那我们室内的部分啊 这边是电池盖 所以你们要换电池的话 就是压着它直接往右滑 那我们这边就可以换4颗3号电池 对那建议用国际版或是Toshiba 那4颗电池大概其实就可以撑一年以上 但我都会建议客人不管有电没电 就是你每年把它换掉 那快没电的前两周 我们这个前面的面板啊 它就会有一个电池符号 红色的电池符号 那提醒你要换电池 那万一你人在外面的情况 完全没电了 那我们这边还有做一个紧急外接电源 那你可以去便利商店买一颗方形的9伏特电池 上面会有两个圆点 对这两个节点 不分正负极 碰到就会通电 这时候就可以再用你的密码进来换电池 那我们打开室内的电池盖子后 这边会有一个新增的图示 旁边这一颗就叫做设定键 不管你今天要设定什么东西 第一个步骤就是按它 按下去之后机器就会启动 这时候就要输入我们的管理者密码 那它出厂的预设都是123456 好 那记得按完密码之后要加一个锦字 就是确认发送的意思 好 这时候进入设定模式 那有三个选项可以选 好 选项1是设定开门密码 那这个密码是4到12位数 最多可以设定100组 好 那选项4是设定一次性密码 这就是给大嫂阿姨或是给公班 它就是开一次就失效 好 那最后一个选项0是设管理员密码 这个密码就是你要拿来设定 要拿来开门都可以 它是权限最大的 那它只能设一组 好 那管理员密码的长度 是6到12位数 它要比较长一点 好 那我们现在先 管理者密码我们就最后改 那我们先设开门密码 好 那我们按一下启动 管理员 好 那选项1 好 进选项1之后 直接输入你要设定的密码 好 那每一组按完之后就按禁字 那就可以按下一组 4到12 4到12位数 所以我先设第一组 对 先设第一组 禁 OK 这样就是设好第一组 那你可以继续下一组 直到最多100组 好 那你要结束就按禁字 好 那我们现在来测试看看 好 那我们要使用密码之前 你需要先唤醒机器 那就是直接把手贴上去感应 摸一下 对就是摸一下 然后输入密码 禁 一定按要紧 对 就是确认的意思 为什么一定要按紧号 才可以开门 是因为我们有一个虚位密码的功能 好 假如说你今天的密码是1234好了 那你可以在1234的前或是后 加上一组乱码 就是以防你也可能邻居在旁边看啊 或是朋友在旁边不好意思遮 对 所以你真的按完最多20位数 反正你 你要打几个夹的 最多到20 对 那你可以按完之后再按紧 就开门 他不会说你按完正确密码就开门 这样就旁边有人看他就知道你的密码 对 是这样 好 那 试试看看 对 他就是你一定要把正确的放在最前或最后 你不能中间夹着不行 不能中间夹着 他一定要确认你知道这个密码 正确的顺序 所以你一定要放在最前或最后 你中间猜到不算 对这样子 那 像我们的特色就是 可以做图形解锁嘛 那当然你要做图形解锁的前提是 你要把密码设定成连续的数字 对 那你可能可以设一个 这样子的图形 或是一个Z字都可以 对 看你怎么设定 滑动就是图形解锁的意思 对 就是图形解锁的意思 没错 因为像一般的电子锁 它密码 比较早期的 它可能是密码是 跳动的非常慢 那你可能 滑过来你只有按到1而已 但是我们的速度是比较快 它可以有效的辨识你滑的每一个数字 才可以做到图形解锁 那甚至有一些 中国的产品 它一样 它是面板反应很快 但它太快了 它快到你可能按着1 会按到两次1 对 那图形解锁再搭配虚位密码 等于你滑完正确之后 你后面可以乱滑 不然最后到紧就好 这样子 就是 一开始先滑对 对 后面再乱滑 一样是可以混淆的作用 这样子 所以比如说我今天密码设定的是 1973 这样跳过来 就不行 只要中间有碰到不对的数字 就不行 对 对 除非你这样 这样 但应该是比较难 对 所以你还是要设定一个相连的 对 相连的 才可以 可是我今天设定的密码 是可以滑动的密码 对 比如说我是设定成这样 对 然后 滑完之后 我就去 亂滑一通 也可以 只要头尾 有match到密码 对 就可以 所以你可以试一下 你刚刚设了什么密码 然后你可以滑滑看 对 一样可以 对一样可以 对 这就是防头盔 或是有邻居在旁边 对 对 那你可以混淆了 像我们 因为我们的密码是1到 最多100组 那你就是编号1到100号 好 那你如果今天没有去特别去设定编号的话 那他就是默认从1号开始 好 那如果你今天想要特别去设定 他是10号或是20号 那你可以在输入密码之前 先输入 先输入编号 对 那我们要怎么设定 好 一样先按新增键 启动 管理者密码 好 那我选项1是设定开门密码 我就选1 好 那我要设10号 假如说我要设10号的话 我就按10 确定 好 这时候就输入 要设定的密码 好 这样就设定完成了 好 那我们现在先来试试看 这个10号有没有设定成功 所以我们要开门一次 OK 那现在确定这密码是生效的 好 这时候我们要来 试试看把它删除 好 那删除模式的话 就变成刚刚这一颗新增键 你要长压 好 听到启动的声音之后 一样先输入管理者密码 好 好 那我们刚刚 新增是选项1 那删除就一样的位置 选项1 好 10号 10号 米 对 按完那个编号之后 再加一个米字 就会把10号删除 好 那我们现在再来试试看 刚刚的那一组密码 是不是还在 还是已经删除了 OK 那刚刚这10号就 已经删除 好 我们 有些人会显电子锁声音 有点大声 你有可能住在公寓 或是大楼 好 那我们可以把音量调低一点 那我们首先先唤醒它 好 唤醒它之后 一样要输入你的管理者密码 好 那平常按锦 这时候就开门了 所以这时候我们要按米字 好 三是大声 六是小声 好 现在是最大声 最多可以到静音 七段音量给你调 对 这样子 好 好 确定就按锦号 好 那之后你密码声音就会变成这样 但是设定的音量是固定的 设定音量不能调 对 好 那再来 我们电子锁有一个手动上锁的功能 另外一个说法就是常开模式 就是电子锁方便是在于关门就会上锁 自动上 自动上锁 好 那只是有时候你可能真的要搬东西进进出出的 那你不想要它一直锁 或者是你是办公室 你只有下班才要锁 那你就可以把它改成常开模式 好 那我们一样先唤醒这个机器 然后输入管理者密码 好 一样米字 好 这时候要再按一次米字 然后再按7 这样就是手动模式 那两次米4是自动模式 反正4是自动7是手动 对这样去切换 好 好 那怎么 那我们现在关门 它就不会锁 好 那我们要怎么上锁 室内的话就是直接按Open键 一样可以上锁 好 外面这时候再去摸一下它 拨面板再上锁 对 那像我们的机器啊 前面板来说 那我们都是用新合金 那外面再度一层强化亚克力 那原因是因为你合金的面板摸起来 冬天会冰 或者夏天阳光紫色会烫 所以我们用了这种恒温的材质 就你摸上去比较不会不舒服 好 那再来就是当然美观啦 因为你铁色的一定不好看 就算去烤漆也会有痕迹 那再来就是我们的前面板有做防水 对 那我们韩国原厂 他们测试是IP65 对 那基本上你只要你要洗门 拿水管充它 都还在接手范围内 那当然你真的在淋雨的部分 会室外淋雨长期接触的 可能台风阵雨太大 还是会建议要加装防水罩 但是室内就不用担心了 对 也不用担心可能邻居拿水突然破你的门 都不会受影响 对 这是室外的部分 室外部分 那室内当然它有电池嘛 所以室内当然就不要碰到水 对室内不要碰到水 好 因为早期的电子锁有一些高压电 或是特斯拉线圈的问题 那有些人可能会疑虑说 能不能去破坏它 都没办法 就不管是我们品牌 还是你在视频下看到的其他 不管中国韩国品牌 美国品牌 只要在台湾有伴售的 都没办法 直接用电极 或是用干扰的方法去破坏它 这安全的方面都是可以 就是不用担心 好 那为什么我们会推出这一款 就是因为 台湾的门有各式各样的 可能有防爆门 有白铁门 有话筒门 或是有两个门 距离太近 没办法装的 那像这种 它就不挑 就不管你的两个门 有多近 甚至只有6公分 它一样可以安装 那再来就是它可以直接更换在 像假如说你是流化筒门 你是一个把手 配一个辅助所 就可以直接把辅助所拆换 那你是白铁门 那你是白铁门 你是便当锁 也可以直接把便当锁拆换 对 这种都是可以直接装的 那其他的部分 就可能你可能是 一体成型的这种 连体式的把手 就变成你另外在上面开口 一样可以安装 房间门也可以 房间的木门 还是你原本有一个喇叭锁 你想要加装一个锁 都可以 对 那真的有遇到不能装的 第一个横拉门 对横拉门就是很日式的那种 你横拉的就没办法装 因为他锁不住 那再来就是 阳台 阳台的门 有些是做得非常 它的边框旁边可能不到 7公分 这种的连面板都放不上去的 也没办法装 对 那其他的应该 像99%的门都能装 好 那我们这个锁 它有一个叫做 室内高温警报的功能 好 这个功能就是说 假如说不小心失火了 好 那失火的状况下 你可能 里面是浓烟弥漫 那你可能倒在那边 好 那这时候 只要室内温度超过62度 它就会开始响警报 那这个动作是 先通知你周围的邻居 这边可能有状况 那再来电子锁会自动解锁 好 那这时候 你即使人昏迷 你没办法开门的状况下 那消防队来的时候 可以直接破门 它不用去耽误 因为像台湾传统的门 就算你要去硬 用什么去轿它 也要30分钟 就不用耽误到这个时间 好 那这个感应器是在室内的部分 所以有些人会担心说 小偷如果在室外拿打火器 或是拿什么 噴火墙去噴我的锁 会不会它就开了 不会 它只有室内感应得到 所以你如果装在室外的部分 今天每天吸塞 你的面板 它也不会想警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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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